想套房出租 就是这里的 昨天约了房东过来看房子 昨天他没空 约了今天下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冬 现在在等房东过来看房子 准备要另外租房子了 刚刚消工 刚才去看了房子了 这一栋楼的四楼 感觉不太理想啊 我说我考虑一下 明天再给答复他 跟老婆商量一下先吧 老婆在路边等我 这么快 不合适啊 为什么不合适 他那个厨房 那个窗口对着别人 就是对面厨房的厨房窗口 到销一煮菜的话 他那边出过我 这里来我那边也出过他那里去 而且 就像广东那间一样了 对啊 不太合适 而且 那个房东说要800块钱 又租 哦 800这么贵 一厅一房 他是新装修的 一厅一房还是一厅两房 一厅一房 现在我们租房要租大一点了 要租大一点 住的舒服一点了 因为我我现在租那间房子 电压不够啊 现在天气日啊 突然开空调电压不够的话 经常半夜 跳杂了 跳杂 好麻烦啊 晚上睡不好 休息不好 影响第二天工作啊 昨晚 真的半夜 半夜 跳杂 那个电压不够 两公坡真的说真的 一身汗啊 真的是底裤都失败了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 我早就想租过一 租过一间房子啊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之前我跟你们说过啊 那个电压太太 那个租租房 线路老化了 那一栋租租房 两栋楼那个线路太旧了 而且那里的环境也不太好啊 对啊 那个风雪也不好 那个厕所对着大门 又扯到风水上面来 不合适就另外找了 这个肯定要找到房子了 那老爸喝口水 肯定要找到了 要搬走了 现在相当高温了 说真的 今天和老婆去干活 收入了400多块钱了 平均也是一人200多块钱 还不错啊 现在赚钱不容易啊 说真的 准备去买点菜做饭了 要不今晚吃清淡一点 太热了 搞点那个 酸豆角啊 明天 反正这个月 这个礼拜肯定要找到房子了 真的 太热了 空心菜 两块钱一斤 买点空心菜吧 搞点空心菜的话 做个菜酸 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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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